那的话呢,我们接着继续来看 那另外就是说 上一次的那个 把东西加进来了 那其他的话 还有有关就是那个 像 怎么样去插入那个空白列 那空白列插入的部分 其实还蛮常用到的 就是说,如果你有大量的 空白列,就是每个资料 下方都要插入空白列的话 那记得就是 会引用一个就是物件叫 Rose 然后有个方法叫 点Insert,就是你可以把那个 某一个列 看要插入 哪个范围的资料 那当然他就会,如果我们 跑个反向回圈的话就可以把 每一个资料 每一个这个日期的下方 就自动的 帮我们插入这个 这个空白列 在下方 那记得就是一定要是 反向回圈 另外我有讲到有关 那个列高的调整 那请各位自行在看一下 那个相关的程式 其他的话就是删除 删除的话呢,其实 它就是跑个反向回圈 也是一样 从哪一列呢? 从63列 那step 记得要-2,因为是间隔 这一个63 下一个就是61 那一直跑到多少呢? 跑到3为止 所以我们用 就是删除 点Delete 那这个范围的空白列 就会马上消失 那其实这个还蛮好用的 所以请各位回去的话呢 再把这个多多练习 OK 那另外的话呢 上个礼拜还有讲到 补充到有关就是说 如何把那个Word的表格 有读取到Excel 这个当然我有在云端百版上面 有这个分享 那其实主要就是说 VPA其实还蛮强大的部分 就是说 它可以去读取 那个外部的一些程式 然后呢 直接把它引用进来 那引用进来就是一个物件 针对这个物件 你可以去做后续的处理 比如像 Word里面有那个什么的 文件 Document Documents 然后它里面的表格 就点Table 然后再针对这个Table里面的资料 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就把它读进来 那相关当然 对同学来说 这个是还蛮困难 所以我有一个范本 在那个云端上面 你们可以直接拿来参考 那可以再做一些修改 那当然 其实你要把那个Word的资料 读到Excel 其实当然也不只是这么简单 其他还有像 如果资料多的话 有没有其他更快的方法 比如说你不只一个Table 不只一个表格 可能很多个表格 那怎么做 另外的话呢 就是说 可能不只一个Word檔 多个Word檔 那怎么样做 那这个部分当然 就需要也是一样跑回圈 不过这个已经难度比较高 通学问到 那我有提到说 这个部分我是定义在那个下一个阶段 进阶的课程里面会再提到 那另外的话 最后我们是有讲到有关 有一题叫黑名单的筛选的这个 范例题 那里面比较重要就是说 如果是大范围 而且是跨工作表的资料取得 我是建议 你们可以用定义名称 也就是说 那个范围你就不用选的 因为选的其实很容易 第一个不好选 那第二个的话呢 变成你那个公司会很冗长 因为他前面会先加上工作表名称 然后惊叹号 然后那个范围 另外的话 你还要就是针对那个范围 做那个锁 就是加钱的符号 那如果你忘了加 那当然会出错 所以建议用定义名称 配合F3 这个我想上礼拜影片也有 也有讲这个在这边 所以回去的话 假设有一些地方 可能有点忘了 你可以回去看一下 其他的话还有就是说 利用那个conve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呢 我是觉得相当相当好用 主要就是说 你如果要比对不同范围 有没有相同的资料的时候 其实用conve 这第一个啦 速度很快 第二个其实还蛮简单的 最后要把那个什么呢 把黑名单找出来 你可以再配合一个叫筛选的功能 ok 那筛选的话就是把什么 把那个 比对到呢 他的这个数量大于1的 或者等于1的 把它抓出来 那筛出来 那最后的话呢 当然你就把资料复制过去 如果说你要把一连串动作 全部变成一个按钮 像我们这个上个礼拜讲到这个 最后做两个按钮 要启动内容 ok 那我们就是把它写成 这个一个按钮乘4 把它按下去 那基本上的话呢 我们其实主要就拆成三个动作 把它完成 那三个动作呢 主要 第一个就是怎么样 把公式先丢到这个范围 哪个范围 从第二列一直到第一千列吧 Ctrl向下 ok 这个应该有一些资料是隐藏的 然后呢 第二个的话呢 把这个 假设了 这边 Ctrl向下 到1000 那你跟他讲说这个范围的必然 所以把公式丢过来 那不过这边的话呢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你要跨工作表 记得哦 如果在VBA的程式撰写里面 记得哦 要多学一个物件 叫做Sheets物件 这个上个礼拜 我们其实也有特别提到 所以呢 增加一个Sub之后 拿黑名单筛选VBA 好 这个按钮 这个按钮在这里 ok 那这个按钮的话呢 里面 第一个动作就是 跑一个回圈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1000列 或者你可以向下追 这个1000 你可以写成向下追踪 那这个当然之前我们有讲过 那另外的话 有一个重点 就是将来这个按钮 会放在这个工作表 可是你将来要输出公司的位置 是在这个工作表 那显然不同工作表 如果你不同工作表 要记得一件事 就是加上你要放的那个工作表的名称 也就是跨工作表 ok 那所以要跨工作表有一个重点 你必须要学一个叫做Sheets物件 挂护它的名称 那后面其实写的方法跟前面一样 所以呢最重要就是这个 哪个工作表 的哪个名称 点的话就是它底下的哪一个储存格 然后要输出什么工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 这个地方就不用切过来 直接怎么样 输出公司到这个范围 所以这是第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的话呢就是怎么样 把我们要的筛选出来 我们要的筛选 那我们之前做的动作是 资料里面的筛选 把那个1的部分抓出来 那这地方的话1吧 按确定 那这个动作其实如果把它写成VBA程式的话 那基本上也是一行叫range 那我们要筛选的范围呢 基本上就是A1一直到B B缆的1000 所以这个范围跟他讲 然后筛选的话 在那个Excel里面 就是筛选的这个按钮 那不过在VBA里面 叫做Auto Filter OKAuto Filter 那后面只要给两个参数就可以了 那第一个参数 其实当然这个地方你也不用死倍啦 因为你如果按个Auto Filter 空格的话 Auto Filter 不过这个如果没有提示的话 可能要先把前面这个序值物件 先把它删掉 因为如果他前面有序值物件 他不会提示 OK 那如果我们 假如你实在记不起来的话 基本上你按个空白键 这边会出现Field的话是哪一栏 意思是说你要筛选 你要查的是哪一栏 我要查的是B栏 那你可以直接输入 特别主要不是直接输入B栏 是输入第几栏的意思 第二栏 OK 那要查什么 查什么豆点 你会发现 如果你豆点之后 他这边呢 就会 这个黑体字 那意思是说 你给他什么条件 我们要把1的部分找出来 那输入1就可以了 不过这里的话 有一个地方可能要特别小心 就是说 因为呢 假如他对齐 靠右对齐 那他一定是数字 所以如果是数字 你就给 数字1就可以了 但如果他这个1 是靠左对齐的话 记得 你这边的话呢 可能要特别小心 因为那个形态 不一样的话 可能有时候会出错 那你可能要给文字1 这个可能如果条件给错了 有可能会找不对 这个你要的资料 那找完之后的话 我需要把 这个A栏的部分call到哪里 比如说A2以下 一直到哪里呢 到A的这个最下面 把它call到查询结果的话 那我们再来就是利用 这个copy的方法 其实我把这个 这个先拉到这边来 好 那点copy的话也是一样 就是我要copy的范围 特别注意 实际上也是在这边 所以呢 一样前面要加蓄置物件 如果没加的话 你会call错 那把这个范围里面的什么呢 特别A1不要 从A2开始 那B栏不要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我这边写是A2到A1000 点copy的意思是说 把你现在呢 这个范围的资料 所以其实有点像Ctrl Shift向下 把这个部分做Ctrl C 然后到这边查询结果Ctrl V 那写的方法 在VBA就写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范围 不过有同学说 那这个范围里面呢 还有一些不是黑名单 不过特别是因为 你现在是筛选状态 也就是说呢 它只要是隐藏的这个资料 假设你遇到copy的话 它就不会帮你复制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小心 所以其实复制这边 没有隐藏的资料 就是你要找到的资料 然后你copy到哪里呢 copy到A1 A1指的是这个储存格 那你会发现呢 我们将来 两个range 只有一个加 哪个加 这个要加 意思是说 这个的范围 跟我们将来 查询结果的这个range 这个sheets不一样 OK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是放A1 那因为呢 我们按钮现在在这里 所以其实 这个A1指的 就是目前所在的 这个工作表的位置 所以A1就可以了 那它就帮我call过来 清除的话 我是用另外一个物件 colors 蓝 哪一蓝 A蓝 点clear的话 就是把里面的资料给清除 所以喔 这一行按下清除的话 就是这一蓝清掉啦 OK 那所以点它一下 你会发现资料就过来了 OK 那这个是上个礼拜呢 我们讲到的一些重点 那请各位 还是要多多练习啦 因为 我是觉得VPA呢 其实相当的好用 但是它比较麻烦的地方 就是说 你还是要有一定的熟练度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 可能听还是听得懂 然后实做的话也是没有问题 只是说 经常是因为动作太慢 或者是 一下子 忘东忘西啦 所以其实很容易 就漏掉某些步骤 那上个礼拜 刚刚讲的VPA程式 是放在那个 云端白板上面的 这个黑名单筛选程式嘛 我把它放在第二页 其实就这两 这两段 这个程式 OK 所以假设 你上个礼拜的部分 有点 忘得差不多的话 记得可以参考一下 我是建议最好是自己再写 写过一遍 OK 因为如果没有自己 写过一遍的话 那真的很 很容易就忘掉了 OK 而且如果你将来换个地方 要操作的话 那可能还是会遇到问题 那其他当然还有别的方法 如果 因为我比较早之前是 教那个用 用录日聚集 不过后来发现录日聚集 还真的对程式太复杂了 那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看 另外还有同学有问问题 其实就问日期 特别注意喔 日期这个格式真的 比较特殊啦 主要原因是因为 将来 如果在Esser里面 为什么会变一个日期 特别主要 一定要有年 有月 有日 而且中间一定要斜线 这个是固定的 也就是如果你将中间 加的不是斜线的话 他会把它当文字看待 就不会把它当 这个一个 就是日期看待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将来 输入的不是像这样的输入 你是输入什么 2024好了 假设有的人是用点 点7好了 点1 他这个应该理论上 你把它Enter的话 他 就不会把它当一个 这个什么 当一个日期 而是把它当一串文字 ok 因为有点嘛 不是数字 所以呢如果你假设 像这边 用什么 用抓他的哪一个月的话 那比如说你有插入函数 用那个month 日期时间 用month的话 一定是ok的 因为他是一个 这个日期格式 所以你会发现抓到7 可是如果你今天呢 假如说呢 他不是一个日期格式 然后呢你用那个month 去抓取的话 你会发现哦 你给这个范围资料 他回来会出现什么 减value 为什么减value 因为他意思 value一般就是说 你给他的资料 是不正确的 那为什么不正确啊 因为 这影片的话 基本上 他就不是一个日期格式 而是一个文字格式 那除非说你要把它 转换成正确的 日期格式 这样这边就正确了 那怎么转换 要不就是把这边 改成斜线 改成斜线 Enter一下 你会发现这个就ok了 所以他其实 Excel是这样 就有点像把那个 两个斜线 当成是一个 keyword 也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你的 资料里面 有两个斜线的话 他就会自动哦 所以其他里面有一个动作 自动帮你转换成日期的格式 ok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要特别特别小心 这个也是 同学 课后有 问的问题 那今天的话 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看 其他练习题 所以待会的话 请各位帮我开启 这个练习档 练习档的话 请各位开启这个 数学 函数里面 我看挑一题吧 这个乐透彩的 中奖几率统计这一题 那打开之后的话 这个各位可以看到101 102 还有统计分析 101的话 指的就是101年全部的开奖记录 那同样102 那其实关键的部分就是 第一道追栏 也就是每一期 开出来的7个号码 那7个号码里面的话 假如我想知道说 哪一个 号码出现的几率最高 那怎么算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必须 再利用那个 这个 其实就是什么 1号 那乐透彩的 规则就是 总共有42个号码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101年的几率多少 102年的几率多少 那加起来 哪一个排名最高 OK 那帮我把这个部分完成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